据报道,位于亚苏钢铁厂内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旅长以及参谋长,在突围过程中被俄军抓获,目前两人对自己在马里乌国尔的军事行动做了证词,透露多条对乌克兰不利的信息。 第一个消息,乌军第36旅参谋长克尔米扬科夫称,俄乌问题本可以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而不是军事手段,他认为乌克兰应该建立一个不寻求加入北约,而且也不发动侵略的政权。 克尔米扬科夫的这番话,应该也是很多乌克兰士兵的心声。乌克兰危机其实并非一定会演化成一场军事冲突,早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德法的撮合下,相关方签署了辛明斯克协议,给出了顿涅茨克以及卢干斯克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而且该方案得到了安理会的认可。 如果该协议能得以落实,乌冬地区根本不会有战火。俄罗斯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与北约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缓冲地带,避免本国处于北约冰封之下。 但美国却有意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军队不断违反辛明斯克协议,向乌冬两地武装力量开火,最终俄罗斯不得不发起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如果乌克兰政府能够像科尔米扬科夫说的那样,不寻求加入北约,并遵守辛明斯克协议,停止向乌冬两地武装力量开火,那么这场军事冲突也不可能爆发。 第二个消息,乌军第36旅旅长巴拉纽克称,基辅方面欺骗了他们。基辅告诉亚素钢铁厂内的守军,援军很快将到,但实际上基辅方面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这表明泽连斯基想要牺牲掉钢铁厂内的乌方守军,以鼓舞其他仍在抵抗的乌军。 也说明泽连斯基与前线的乌军并没有足够的信任。 如此看来,泽连斯基宣称要在六月底反攻,很有可能也是心理战,以让乌东前线的乌军更好地将俄军拖在战场。 第三个消息,乌军内部出现了内讧。 科尔米扬科夫称,本来自己不会被包抄,但由于亚素银离开了他们负责的阵地,使得第36旅残步在战术上处于劣势,并因此承受了重大的人员以及装备损失。 从科尔米扬科夫透露的这一消息来看,亚素银与第36旅在防守作战时出现了分歧,而且亚素银改变作战部署时,没有顾及第36旅的处境。 此前就有消息称,亚素银不服从领导,乌军向亚素银指挥部开火的消息。 如今在结合科尔米扬科夫的证词,乌军内部出现内讧仪式基本上已经坐实。 对于俄军来说,也可以利用这点来挑起乌军内斗,加速乌军内耗。 除了科尔米扬科夫以及巴拉纽克的政治佐证外,顿涅此刻共和国政府首脑顾问佳金,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了关于大鱼的讯息。 他称亚素钢铁厂内很可能有来自北约的高级军官,而且这一猜测已经得到乌方被俘人员的证实。 他还称最近马克龙频繁向普京打电话,就是想要从俄罗斯手中要人。 不过目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对大鱼一事基本上都未做出具体回应,似乎有意避开这一话题。 最近亚素钢铁厂内不断有乌军尝试突围,也有部分乌军开始投降,说明厂内的补给严重短缺。 乌军要么投降,要么继续玩抗到底,可以肯定的是,亚素钢铁厂的战斗即将结束,大鱼的具体身份也即将揭晓。 可能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全世界的目光会被一个小小的钢铁厂吸引。 在面积不大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下方,是据说可以抗击核武器打击的地下堡垒。 这些堡垒是苏联时期修建的,其地下宫是异常牢固,里面的人不可能打穿地道逃离,而此前预留的出口又早就全部被俄罗斯军方控制。 如此一来,躲在里面的人就成为了瓮中之鳖。 此前有很多人都猜测,马里乌波尔里的大鱼是加拿大中将,但这个说法我一直不太认可。 首先加拿大军事力量本来就不行,就连特卢多在美国政客眼里也就是条狗而已。 更何况是一个家军中将,开句玩笑,他能指挥的战力,恐怕还不及一个直辖式的城管副队长。 简而言之就是,加拿大中将算不上什么大鱼。 从目前的战况来看,我们可以基本确信,加拿大中将实际已经被俘,并早就押往莫斯科。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对马里乌波尔的各种斡旋和救援行动人未停止,各种响当当的西方政坛大佬们,依然前扑后继地朝乌克兰飞去,或者请求和普京对话。 教皇多次请求和普京直接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在普京那条特别长的桌子前,坐姿别扭地进行了一场对话,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不仅是英国首相飞往基辅,而且小拜登他后妈,以及美国议长佩洛西等人,也先后紧急飞往乌克兰基辅,如果不是拜登的常位影机,实在难以支撑长途飞行的话,他几乎就要亲自飞到基辅了。 但奈何西宗的确身体抱恙,所以不得不再出发前一天,临时取消复务行程。 西方政坛大佬们的蹊跷举动,更加深了人们的猜测。 房间甚至开始传言,马里乌波尔大鱼就是小拜登,人们有这种猜测并不奇怪。 早在拜登还没有登基之前,小拜登在乌克兰的丑闻就差点将其击倒。 当时特朗普已经拿到了小拜登在乌克兰勾结贪腐,索要钱财以及鸾同罪证。 但最后拜登绝地反击,拿到了特朗普向泽连斯基索要罪证的通话记录。 于是事情的性质就变成了,拜登父子有没有贪腐犯罪不重要。 重要的是特朗普不能向外国递刀,美国人的脑回路总是很神奇,也很容易被带节奏。 总而言之,特朗普当时几乎被打成了美奸,于是很快被各路裁罚弃支,遗憾败选。 特朗普善让之后,拜登登基,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很显然美国和乌克兰的局非常深,作为特朗普,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看懂过美乌局势。 当年特朗普还很天真的劝说,泽连斯基要和俄罗斯和解,否则乌克兰一定会面临战火。 但特朗普没有留意到的是,泽连斯基那一脸无语和嫌弃的表情。 泽连斯基和拜登一家,本就是深度绑定了,他们在乌克兰的利益牵扯非常深。 岂能是你特朗普一个外人可以干涉的。 只要乌克兰的利益到手,谁会在乎乌克兰变成什么样呢? 为了获得足够的利益,拜登可以牺牲掉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泽连斯基自然也是如此。 从俄罗斯军方突入乌克兰实验室获得的资料来看,小拜登还是这些实验室的资金输入者。 以上这些都是来自美国媒体自己的报道,以及俄罗斯军方在网上公开的信息。 所以当欧美政客诡异云集基辅时,舆论厂会猜测小拜登,就是马里乌波尔大鱼的声音才会愈演愈烈。 可能是为了辟谣这种说法,前几天美国媒体放出了一组小拜登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不出日期。 但是随照片还附带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小拜登劝说自己的嫂子去做艾滋病检测。 因为小拜登自己确诊了艾滋病,所以非常担心自己嫂子的健康。 该新闻一出,很多人都认为小拜登肯定不在马里乌波尔了。 不过这里面仍有一点,如果小拜登真的不在马里乌波尔,干嘛不在公开活动中露个面呢? 为什么还要用照片和这种丑闻邮件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呢? 直接在拜登的任何一次活动现场露个面,谣言岂不是不攻自破。 当然了,我也认为小拜登被困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这种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大。 毕竟像他这种人,肯定是贪生怕死的顽固子弟,美国既然早就知道,俄罗斯要对无法起军事行动。 所以小拜登理论上应该早就吓得离开乌克兰了,绝不可能继续留在,必然会成为战场前线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对不对? 那么如果被困住在钢铁厂地下堡垒里的不是小拜登,又会是谁呢? 加拿大中将已经落网,但西方政客的营救或斡旋行动沦未停止。 泽连斯基直接喊话说乌克兰哪里都可以丢,但必须要保住马里乌波尔钢铁厂。 教皇,联合国秘书长,英国首相波兰立陶宛总统小拜登的后妈吉尔, 美国议长佩洛西,依然前赴后继的网基辅飞。 教皇,联合国寺子,千万小编 Strom,愛美国,院世的旅行动argent黄衔目赚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